复兴社区广场内传来真正的歌声 长辈最期待的就是巡回文康车的到来 有社区志工关怀他们的近况 又有卡拉OK无限欢唱 最重要的是和左邻右舍联络感情 心情很愉快 互动也很好 有机会 不然不出来就变成没有机会 到顶着 祝一祝 唱歌老后的心情很愉快 唱歌老后的心情很愉快 唱歌可以让人 抒发情感心情愉快 许多的长辈退休后我在家里 导致身心都不健康 透过巡回文康车 希望鼓励长辈走出家门与他人互动 找寻生活的娱乐 闹地喜欢老子 他不用私自证 我们就让我看这些老人 来唱歌感觉心里很高兴 县议员财明轩表示 行动是文康车巡回服务的主动性 与可敬性 可以在社区照顾服务中 扮演着资源连结的角色 感谢县府能够提供这样的文康车服务 希望可以扩大举办 让每位长辈都可以健康快乐又长寿 尤其借由唱歌的方式 可以让他们心情可以更加的快乐 也让长辈们可以在社区之间 有大家又一起互相交流 互相聊天唱歌的一个机会 才不会大家都在家里 然后都闷在家里 感谢我们县府提供这种文康车的一个巡回 也希望这种活动可以越来越多 让我们长辈们都有一个 更加一个可以一起互动的一个机会 文康车到各地巡回 都受到当地长者的青睐 透过社区的智力推动 让阿公阿嬷们有个休闲的好去处 同时也提供综合性服务 包含福利服务咨询 基本健康服务等等 记者洪一伦 曹敦珍采访报道 好 感谢观看